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 我是精彩组的陈雪清 童年的生活 可谓是在灰灰暗暗的日子中度过 父亲为了开创新事业 在我两岁的时候 带着母亲与我跟妹妹来到花莲 就为了一个不愿意眉光彩回乡的信念 开始了一段非常艰辛的草创路 游记十岁以前 经常睡到半夜一两点的时候 发现父母亲还在工作 清晨五六点又起床工作 身为家中老大的我 自小便被告诫要以身作则 做弟妹的榜样 不要让父母操心 于是训练出独立自主的能力 母亲也经常的儿题面命 靠山山岛 靠人人老 唯有靠自己最可靠 婚后经过一段时间后 便加入父亲的公司一起工作 从早到晚工作的生活模式 便临到我身上 殊不知人的力量有限 当工作与家庭压力 排山到来 临到十 经常让自己无法承受 以至于有几次 一个人骑着摩托车 去到那无人的路边 独自崩溃狂哭 坦白说这招还真有效 释放完了 又可以继续回到岗位 面对现实 有一天我到台北出差 在火车上巧遇二十年前 我第一份工作的老板 梁云平 聊起分别后各自发生的事情时 他是那么的喜乐 他告诉我因为他到了教会 下车之前 从来没有去过教会的我 竟然跟他说 我觉得我迟早会到教会 去年五月 云平带领敞开小主持 他邀请我参加 因为上班的关系 我拒绝他好几次 然而有一天 我终于 我觉得不能再辜负他的好意 而排开工作参加 第一次参加 便听到了精彩组小组长 王贵秀 以及云平的见证分享 使我深受感动 当时我的母亲 她因为住院 情绪不佳 我由于白天的工作繁忙 再加上夜间的陪伴 精神几乎崩溃 五月的某天早上 想起云平提到 主日崇拜上午七点半开始 心想好吧 去教会看看 对我是不是有所帮助 才一进入会堂 或许是灯光太美 当我听到 如音展翅上腾这首歌 歌词才唱出 神已听见我的呼求 他也明白我的渴望 放下心中重担 脱去一切传累 恢复神造我的荣美形象 当时我热泪如溃蹄般 心里得到极大的安慰 而当我听到主任牧师的讲道后 破竹的心中 误以为牧师传道都是令人打瞌睡的内容 其实是如此活泼又激励人心 过去我的星期天是做家庭主妇 从那天开始便改为来到主前做贵妇 珍贵的妇人 以及贵妇 谦卑地跪在主的面前 参加主日崇拜后 回到家中 做起家事更加认真 而且快乐 当我要参加季要真理班的时候 想到连续15周 要向老板请假 真的是一大挑战 经过完 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 向老板提出上课计划 却意外地得着了同意 这能够不受拦阻的上课 真是感谢主 当下我想这是神机 这得来不易的恩典 使我在每一堂课 都以感恩的心来聆听牧师的教导 而神也行奇妙的功在我身上 首先是母亲 随着课堂一堂一堂的过去 我们母亲母女的关系 从破冰到融化 到现在慢慢地加温 而对父亲 我也是第一次有勇气向他说 我真的很爱他 几个月前 我的儿子填报学校志愿时 他特别选对角线 离花莲最远的地方 没想到第一次其中考完 他回来花莲 居然说还是家里舒服 而我更深刻地体验了 丰沛的喜乐 与平安 真是感谢主 亲爱的朋友 你是否也曾一人独自在墙角哭泣 找不到可依靠的人呢 你是否也曾经一个人站在十字路口 望着茫茫的人群 不知道下一步方向在哪里呢 天父的爱大大的安慰了我 生性也能给你安慰 有一双手我要紧紧地抓住 有一双脚我要紧紧地跟随 这一生最大的祝福就是认识的主耶稣 阿们 你是否也感到自己的软弱呢 神对我说 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 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 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 只要你愿意敞开心门 接受耶稣成为你生命的救主 我所得着的祝福也将临到你身上 哈利路亚荣耀归于主